另外还有六七本要发给各位的 但是里面还有最简单的 这个因缘果报 各位就从这个开始看 为什么下地受五戒 换五戒十三页 这里面还有归佛 愿发菩提心要成就佛陀的 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这个三十二相从哪里来 这个要修 你不能说我个子怪怪的 你管我我心好就好 你不负 菩萨你向好要修 所以因为佛陀没有这个向好庄园 谁拜啊 所以修行要全部都修 不能说我找一个优点来覆盖我的缺点 用这个优点来打别人的缺点 那你完全不是佛法 完全不是佛法 那叫父佛外道 一心外求 所以佛法是内外皆圆满 请问极乐世界有没有哪里不圆满 有没有厕所 有没有臭臭了 没有啊 阿弥陀佛像好庄严 所以不但像好庄严 心庄严 净土庄严 对不对 这个一切要圆圆满满 这个才叫大乘的修行者 而不偏一些 不偏文化 我认为虽然各位我们是中国人 汉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佛教最好讲这句话 不公平 对不对 藏传佛教也好 印度佛教也好 缅甸佛教也好 佛法传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它的时代的需要性 但是简单的说还是这句话 帮助众生的都是佛法 一切善法 名为佛法 不分各种宗教 我们都关心它 希望它们更好 而不偏哪一个 那这个才叫菩提心 菩提心有一点 我发觉现在还有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 我们这个是藏传佛教的寺庙 在这边做汉传佛教的仪柜 我是希望互相学习 千万不要互相打击 互相看不起 如果你是汉传佛教 看不起藏传佛教 你也完蛋 因为那是佛法 你得给毁谤正法 不得往生 你是藏传佛教 结果侵慢汉传佛教的修行方法 那你也看不到 菩提心是什么 但是两个大乘佛教合起来 却看不起南传佛教 那不可可怜 南传佛教是基本的 出离心的修行 所以不要看不起南传佛教 为什么 是禅定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读书读太多不禅定 只有知见没有正量 但是缅甸佛教 正量很高 但是大乘佛教没修 也可惜 所以慢慢 因为他有正量 有时候有正量的来谈就好谈 知道吗 光知见上对对错错 这很难谈 你又不懂 比如说我们来美国了 你又没来美国 一直跟我们讲那个好不好 真是累 你还不来美国走一走 这个糖摆在那边 两个都没吃过 一直在讨论 这个什么味道 你还不吃下去 这个法 你要去体悟 这个众生的苦 你要去关怀 所以各位希望 我们这一次故意选在国外 这边不是中国人的地区 是世界的一个中心 叫美国的纽约 目的要干嘛 希望各位把佛教 国际化 好不好 世界化 没有分别化 佛教是为了所有国家社会众生而存在 政治要好 商业要好 家庭要好 事业要好 心灵要好 一定要佛法 佛法是超越宗教的宗教 你可以说它是宗教 但是它又超越了宗教 因为它讲的是万法皆空 一切平等 无有分别 这个究竟的意义 所以 那各位一定要做一个 这次来了五六天 回去变成一个 你老公老婆 哇 我老婆变世界人 她怎么观念这么伟大呀 这么无量啊 还烫了几个黑黑的回来 代表她要做菩萨了 她要爱众生了 你过去跟你婆婆吵架 不讲话 现在回去以后 每天三餐奉养她 拜她 你老公说真厉害 你赶快去 因为无称大悲啊 只有感恩没有对立 对不对 要有这个正确的思想 好 那所以哦 希望这些书 各位都拿回去看 菩萨界的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以菩提心来读经典 以菩提心来利益众生 以菩提心去照顾老人去祝念 对方不得不超度 连他家祖先也通通超度 所以如何维持这个 菩提心来作业 所以 我还希望各位有机会啊 给自己去寺庙 住个三个月 好不好啊 当然要找一个 一个清静 一个好修行 从这里面彻底的去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 因为如果你没有离开 你世间的一些世俗啊 你看不到自己 你真的不容易啊 就像我 我来参加法会 我一直带着太太 那就看不到 只有看到她 那不太容易的 因为你心就不容易在法上面 所以你要心在法上面 首先你要享受孤独 就是放下世俗缘 然后呢 去跟别人相处 跟佛法相处 对不对 然后 那你要超越世间的痛苦 唯有心在法上面 那再去看世间 你就不会痛苦 这个叫空性 悲心 悲心又接纳一切 又光他 不但不伤害你 你还可以对他慈悲 因为你有空性 你有空性 你才看得到对方的空性 这一点太重要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佛性 你基本上你看不到对方的佛性 你就会看到对方的爱啊 恨啊 缺点啊 就是这些而已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说 现在很惭愧 努力的透过众生来找到自己 所以你不能离开悲心 不然你找不到自己 那你找到自己以后 你才可以帮众生 真正找到自己 透过慈悲让他找到自己 所以那这一点各位还是要 负起一个波罗波罗蜜的责任 那你要达到波罗波罗蜜 那你要按照佛教的次第这样来修行 但是不是分断了 这是一起在修行 当下你就要具足这些因果心 出离心 大悲心 这些都一定要具足的 而不是说 我这个时候用这个动机做 那个时候用那个动机做 不可能 而且当你用大悲心的动机做 你本身就在一种绝对的 惭愧心 信心 因果心 出离心里面 那各位啊 拿捏得非常好 所以一开始做不用太急 不用记太多事情 就每一件事情就达到究竟 然后串习了 习惯了 第二件 第三件 一次可以做三件 一次可以做五件 就像电脑手机 越发展越小 但是它容纳 也高 但是如果中间断掉了 那不行 所以要海上每一件事情 吃饭走路 所以会把这两个 匹尼律药跟怀孕精进行品 这个匹尼律药 那各位就多看多看 每天记得念 慢慢地就背下来 那进行品 它是一个菩萨道的实修 前面也写着 如何得到第一页的种种的功德 不可毁生于予 不可坏生于予 乃至具足各种善巧方便 波罗蜜 最后成佛 就不离开这个进行品 就是任何的取心动念 都有一个菩提心 跟一个菩提愿 这种善愿 所以把一切的世间 都变成清净的善愿 那各位这个真的要很认真 修行 一般说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自己吧 因为如果佛陀可以替我们修行 佛陀早就替我们修行了 但是佛陀 他以他的过程 把这个成佛之法告诉我们 然后呢 他来加持我们 护法神来给我们创造 各种的善因缘 就像释迦牟尼佛要出家四大天王 用他的神通力把他抬出去 让他超越三道监狱一样 所以但是这是祝愿 但是个人的成佛的过程 要靠佛陀自己 那当然佛菩萨一定在 引导最好的方向给我们 对外面也蛮漂亮的 要找一个没有太阳的 大家自己拿了谱团 去外面残修 去绕塔 还要去拜我们老仁波切的 赤利塔 好不好 老仁波切虽然肉体不在 请问他的心在不在 他看到我们在那边这么努力 他一定在那边偷笑 太爽了 我盖了这一间 度了这么多菩萨 对不对 这是他最大的高兴 好 佛弥陀佛 来念一下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来大家起力 面对右边 再一次回向 对病苦者 现世者的回向 对往生者的回向 来 以此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经典 劝君行者功德 回向所有小宅排位 好 一起念 愿小三丈 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 惜消除 事实常行 菩萨道 愿病苦消除 富贵自在 同神菩提 好 好 以此功德 回向所有山土苦众生 男女亡魂 往生排位 一切受苦众生 冤心在主 同享功德 同生净土 一起念 来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勿无声 不退 菩萨为伴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2015年7月7日到9日 海涛法师到达 位于美国南部的 亚特兰大红法 在7月7日第一场法会中 法师将修行的次第 从潜入身详细解说 并带领大众实修慈悲 特别在法会现场点千灯 愿光明消除恶道苦 更消除糟恶的无名 愿人人得闻佛法 神性因果 阿底下尊者写了这个 点灯奇愿文 就是把一盏灯变成一种菩提心 变成一种佛的力量 一盏灯就变成一个极乐世界的光 所以一盏灯就变成莲花灯 可以帮助很多受苦的 而且各位今天大家有幸能够听闻佛法 希望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类能够听闻佛法 不然呢 这个世界很苦 这个世界成为动物的地狱 这样 人类所养的无量无边的动物都堪杀 因为他们不了解六道轮回的道理 所以大家点灯你要升起这个想法 光明消除他们的黑暗无名 让他们跟我们一样 听闻佛法 相信六道轮回 相信夜暴的道理 相信万法唯心照 开智慧 相信极乐世界的光 变造一切 最高的天 最低的地狱 都充满了这个灯的光明 所以会这样发愿 虽然手上只有一盏灯 然后我们按照这样发愿 那就会变成无量无边 到达亚特兰大的第一天 海涛法师得知150年前的南北战争 造成亚特兰大几乎被战火移平 死伤无数 便在既定行程之外 另外排定于7月8日上午 在奥克兰墓园中 为往生者洒干露 死被失实 立一切优民众生 令其乐意满足 离出烦恼 并祈求仰仗佛恩 三宝加倍 让世界充满爱与和平 远离灾难 国以佛境 国以法境 国以圣境 国以佛境 国以法境 国以身境 国以佛境 国以法境 国以身境 勇为佛子 远禁行寿 不杀身 永无刀兵解 那佛经说你只要一天不杀身 一天吃素 生生世世不会碰到战争的痛苦 所以我们也把我们把我们的愿跟守的戒 回向给他们 愿他们生生世世不会遭受战争 就没有痛苦 来 愿我及众生 敬畏来计 不杀身 永脱离 战争刀兵解 好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等活到 大家撒几滴水 但是水不是在你面前 是整个亚特兰大 整个美国 所有沐沐区 一集一切 这样的观想 来 南无苏罗佛耶 本来苏罗耶 大支塔 我苏罗佛耶 本来苏罗耶 本来苏罗山佛 南无苏罗佛耶 本来苏罗耶 大支塔 我苏罗佛耶 本来苏罗 本来苏罗山佛 南无苏罗 好 也愿各位 以后永远记住这个地方 包括世界各地有苦难的地方 这些心放着苦难的众生 这是非常重要的 西洛 那我们现在要做感恩的供养 所以感谢诸佛菩萨的加持 感谢诺那伦伯切的慈悲 感谢护法上神的护佑 虽然短短几天大家都没有什么意外 可以从皈依五界 八观哉界 十善界 菩萨界 也可以说把我们中国佛教的 所有修行的精髓 通通拿到了 那再来就要靠着自己的这种发心 深入精脏 影响众生同理大众 从发菩提心到深入精脏 到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这样去实践 所以我们现在感恩诸佛菩萨 让我们的法会持续到永远 好不好 所以只要大转法轮 只要你一直维持一个 利益众生的菩提心 你时时刻刻都在大转法轮 净化这个世界 如果来了一个大台风 什么地方都会冻起来 何况是大转法轮 所以只要我们维持一个菩提心 那十方诸佛的菩提心的力量 就会透过你而展现出去 所以太重要了 我们这个心态 就像我常常讲 一个小小的镜子的反光 可以把大大的太阳的光 散出去 比阳光还亮 别人眼睛都睁不开了 所以只要我们维持着 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这样来感恩供养诸佛 愿诸佛菩萨 不是今天加持我们 而是分分秒秒加持我们 好不好 加持我们什么 来 善业成就 恶业不成就 一定要发愿 我发过这个愿 所以有一次我要去讲一个法师 有一些问题 突然我喉咙有一支针插进去 我就感觉一支针 这么插在我喉咙 但是我不会痛 不要讲了 那句话不要说了 虽然我知道说 他有这个问题 但是那个因缘时间不能说 这个也是祈愿自己的善严成就 恶业不成就 就像我们这次有一位菩萨 慈悲来帮我们煮素食 为什么 因为他帮我们在纽约 一直做便当 很发心很便宜 一份才三块美金 不容易了 但是他租的那一栋大楼 起火了 现在就没做了 那是什么 因为意思是说 叫他不要煮婚的了 这是就专门煮素的了 那这样 那刚才刚才说 他说嗯 对有道理 那就是因为有三宝 这样子 所以就会善业让我们数数成就 恶业就赶快过去 这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来祈求 供养三宝 一心齐情 诸佛菩萨 历代祖师 护法善神 加持我等 永不退菩提 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以此功德 回向六道友情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同享功德 所以各位 我们在看菩萨这样 从后面走过来 你叫观想 他从后面走过来到前面 他就成佛了 对不对 要这样观想 就像佛陀的时代 死刑犯 只要拿后面 拿着一个一波的油 半滴 不要滴在地上 走到前面 他们就不用被砍头 那时候国王 我请了那些舞女 都脱衣服跳舞 他想说 我这边关十几年的 这些男人 怎么可能看到女人 不会起心动念 那佛陀就跟他打赌 如果他们看到这些 不会起心动念 你就不要砍他头 你看佛陀多方便 多慈悲 那国王就好 打赌 结果佛陀就真实跟他们讲 如果你们很用心 很专注 加上佛陀在前面 给他加持 所以他们很专注 走过来 没有一个一滴 掉在地上 满满的油 哇 那时候他们发觉 做得到啊 然后他们就跪在佛前 说佛啊 那有机会给你出家吗 我要被砍头了 结果佛陀说 你们放心 国王已经答应 不砍你们头 因为你们不低了 不会被诱惑了 所以那佛陀当然答应 上来比丘 通通头发掉光光 他们很快就 震阿罗汉 所以各位 从后面走到前面 会不会震阿罗汉 只要你专心 也可以成佛 所以 只要随时保持这个 专注的心态 去做每一件事情 刚才占明师很兴奋 师父外面有火鸡 我说我天天看 你们没看过吗 你要装着 是吗 这样 你要装着很快乐 修行要这样 自己苦没关系 只要别人说 这个好吃 是吗 结果我给他说 我天天看 像我们从小啊 好吃的给自己吃 心情就很好 很快乐 但是妈妈呢 不一样 妈妈看到你在吃 吃得很快乐 妈妈比你还快乐 就代表修行 所以我们想 各位要这么做 以前你拿到钱 才会快乐 现在你把钱 帮助别人 哪是你的敌人 快不快乐 这个叫菩提心的快乐 自私的快乐是苦的 唯有慈悲的快乐 才是就近的快乐 成佛的快乐 所以我们现在 这样子的供养 快不快乐 快乐 因为供养诸佛 诸佛欢喜放光 加持所有众生 体苦的乐 所以现在要供养什么 黄金珠宝 所以各位你要把这些墙壁啊 连地上的垃圾 都要观想成黄金 好不好 这个是佛教的清净观 凡夫是看到脏的 有佛性 有空性 是看到他最美的那一面 请问垃圾 现在可不可以做黄金啊 可以回收 对不对 他有这个理想 就懂得去把它进化 所以在痛苦的人 都有机会成佛的 好不好啊 杀人魔王 也可以成佛的 所以要这样去看待 世间的一切 这个叫什么 来 慈心变满 这个不容易修 慈心就是 不是说他在苦 反正怎么样 你都要让他快乐 就像一个 一个 主持人 天天讲笑话 给别人笑 他自己很快乐 那各位要这样去 看待世间的一切 各位 坐你旁边的人 美不美 漂不漂亮 快不快乐 是他偷我钱 我也很快乐 因为我都看他的优点 要给对方快乐 所以弥勒菩萨说 弥勒菩萨说 当你不快乐的时候 赶快看我的像 所以弥勒菩萨 特别为我们 还显现着弥勒胖胖像 好不好 下回来 没有超过八十公斤 不能来 要修弥勒法门 好 所以我们现在念这个 普空摩尼供养周 各位要观想 每一个佛菩萨都笑出来了 好不好 都发光了 我想就像 你给一个小朋友 一只很棒的冰激凌 他马上什么都好了 什么都快乐了 所以这个词一定要修 一定要修 因为我认为 我们佛教 就是要给别人快乐 各位那个脸 不要那么严肃 有些人已经好像受了多少的伤害 从上辈子伤到这一辈子那种伤害 所以他就有那种脸 但是各位你要放下 神经不要奔那么紧 还没有要上断头台 我们是越修越接近极乐世界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耿耿于怀某一件事情 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事实上万法皆空 不要太执着 什么都是暂时的虚幻的 可以改变的 没有不变的东西 就像要开刀了 无所谓 反正开完刀 要么就死 死就是极乐世界 对不对 因为我一心念火 要么活起来 多活一点 时间就赶快做善事 这样就好了 结善缘 这个世界没什么大不了了 这样尽力就好 一切都水 各位要让心里一直很轻松 好不好 一直很快乐 这就是弥勒净土快乐 从快乐里面去发菩提心 所以从世间的欲 这个弥勒净土是在欲界天内 充满欲望的 在欲界天里面 可以让人家发菩提心 所以当然 各位要养成一个这样子的人 所以要无忧无虑过生活 好不好 要习惯 进一步呢 欢欢喜喜 过人生 天天快快乐乐 帮助别人 一个学佛要养成这种人格个性 慢慢养成 所以我经常看人家打坐 以前我师父在教打坐 只要你在那边打坐 他在你面前看打坐 我师父说 你要干嘛 你要去地狱啊 我们就给他拍照 那个脸 有些人睡觉是那个脸 有些人睡觉就是 各有各的像 很好玩的 所以这是你心态 所以你要改变像 还不如改变心态 这个骗不了人的 那这个当然一下子不可能哦 那你要一直培养 一直培养 好不好啊 至少修到你死那天 脸在笑 对不对 你不要死的时候 眼睛大大的 他话还没讲完 嘴巴啊 这样 我们一看 这去哪里啊 所以你要 你要随时每天晚上放下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对不对 平静 我要去净土了 每天晚上都这样念习 不是光晚上 念佛的时候 就是那个心态了 好 所以现在念 众生没有问题啦 我们要顾示给你 黄金珠宝 连无间地义的业障 都可以马上消除啊 众生欢喜 佛欢喜 我们大家也欢喜 众生没有问题啦 我们要顾示给你 我们要顾示给你 我们要顾示给你